为了拟据校友的力量 福里镇红忍国中成立校友会 并在日前举办会长继干部就职典礼 第一任会长由校友先议员林芳宇担任 县长林明珍、立委马文君、许淑华 以及先议员陈一君等名义代表 也到现场参加林议员就职会长的典礼 期望在林议员的带领之下 红忍国中校友会能够会晤苍隆 帮助红忍国中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又是我们议员当会长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号召力 才能够继续为我们的红忍国中 做更多的事情 让改善红忍国中的学校的环境 让我们红忍国中继续放荡荡 继续培养我们的非常优秀的子弟 到社会来服务 今天现场在这边 一致我们兼得的校会生理成功 希望我们的校友会的艺术能够真正够大 我们希望把我们南投县的教育 都能够办得非常的成功 红忍国中第一届校友会会长 先议员林方宇表示 红忍国中校友一直以来 对于母校都非常的关注 而就是因为这些校友们的付出 才出城今日正式成立校友会 也取取校友会的成立 除了能够帮助学校往后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之外 也能够成为一个校友之间 资讯共享的平台 让彼此关系更紧密 今天的红忍国中 在我们学弟学妹的努力之下 可以说是非常的亮丽 受到家长们的肯定 当然今天虽然是第一任的成立大会 但是在这之前 也有许许多多的校友们成立了校友会 就是邀集了我们这些校友们 能够回来为学校来付出 感谢他们一路走来的付出 才有今日正式成立的这一个大会 副委员派一拳 除了恭贺红忍国中 正式成立校友会 让校友与学校之间的联系 更紧密之外 也相信在第一任会长 先议员林芳宇的带领之下 也能够帮助红忍国中 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导